谁敲门呢 开门去 妈 妈 你哪来了呢 哪来了 妈 进来 进什么屋啊 进屋换鞋 要把地踩埋的了 还得操 妈 你买了拖鞋换了 等会儿 你妈身上全是图 你没看着啊 错什么错呀 放开了还得洗 那啥不用做的了 我妈就跟你说吧 那个 我来找你有点事 妈 你有啥事啊 这几天呢 老下着秋雨 连雨天 妈那老房子漏了 妈想跟你们借点钱修修房子 用钱呢 得多少钱呢 咋的也得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妈 现在我们俩压力也挺大 天天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主要是手头不宽裕 要宽裕我也能给你拿 你要是真要的话 要不我给你拿一百 你看行吗 妈 现在拿一百行不行 不用了 那个 我妈再想想爸爸吧 妈 你走啊 我送你 你快点回来啊 你去洗你洗你洗你洗 把这块钱和那些 我先穿进去洗你洗你洗 不是我叔 你说你妈咋能不能撒谎呢 那撒谎脸不胡不白的 还下雨了 你们家房子漏了 你妈咋不说你家房子讨好了你 那你说话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那你说话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我是下嘴道我过分呢 就借两千块钱 啥意思啊 咱们不说别的就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妈给咱俩拿啥了 这房子谁买的 你别忘了你是倒插门的女婿 这你妈咋怎么没练你又回来了 臭啥呀 开门去 妈 你来了 妈 你来了 妈 你咋来了呢 我想你了 想你了 你瞧瞧你了 这么大呢 还这样 那多大我不也是你姑娘 妈 来 换鞋 换什么鞋呀 我妈来还换鞋呀 不是 地步怕还太擦嘛 你啥意思 天天让你擦给你心骨了呗 是不是 不行 妈 妈不关系 有有 妈你快坐 妈给你擦骨头 哎呀呀 行了行了 来 妈 你擦骨头 妈 你这俩这么闲着呢 妈来有点事 啥事啊 我想管你们俩借两千块钱 哎 妈呀 那什么 我跟妈 压力挺大的 最近手头呢 也挺紧 也不宽着 你说啥呢 我 啥你呀 不是 你的不是我 你的不是啊 我妈去用两千块钱还没有啊 又不是多 妈 你等着 我给你拿去啊 有啊 有 妈 妈你吃吃喝 真挺甜啊 我刚买的 吃啊 吃了 我再来一个啊 妈 这是五千块钱 你拿着 哎呀 真差了啊 要两千 给五千 什么两千五千你 妈你就拿着用 行啊 是我闺女 说啥你妈 你养我这么大你容易吗 别说五千呢 五万我都得给你拿 行 闺女真差了呀 那你真去走啊 我不走 那你这是干啥呀 别管了 妈 姐姐母 姐姐 妈 你没走啊 你咋没走呢 我 往哪儿走啊 走 妈你穿不见 穿什么穿 行 来坐着 姐姐母啊 别坐了 我这身上太脏了 脏什么脏啊 我让你坐你就坐 来坐 妈 这是咋回事啊 你还好意思问我咋回事呢 啊 刚才我在楼下碰见你胳膊了 哎 亲姐母啊 这是咋的了 你没咋的 我那个 来看看两个孩子 不是 那你咋哭了呢 没有 是不是鲁娟 对你不好啊 哎呀没有你想多了 亲姐母人 真不是 不是那你到底咋的了 哎呀 没事 你看你 你你你快上到我 我真没事 亲姐母 你这刚来就走 肯定有事 你有啥事 你跟我说啊 是这么回事 今天那秋雨大了 我那房子啊 漏雨了 我心跟孩子们借两千块钱 要修修房子 那他给没给你拿呀 他给我拿一百块钱呢 我没要 不是一百块钱就够修房子的啊 哎 他们怎么想呀 走我找他们去 鲁娟啊 你婆婆来管你借两千块钱 你就给拿了一百 我来管你借两千块钱啊 你一下子就给我拿了五千呢 我 难道说这就是婆婆和妈的区别吗 啊 你从小到大 妈 我是怎么教育你的啊 你就这么对待你婆婆呀 啊 你配做个儿媳妇嘛 妈 妈什么妈 我没有你这样的故意 我错了妈 我知道错了 还有你 王小毛啊 你爹他去世的早 是你妈一个人寒心如苦的把你拉着当 啊 啊 这么些年 他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累啊 啊 现在你妈有万 管你们借两千块钱 啊 你们一分钱都为你拿 你们俩这么做还是人吗 你才当他儿子吗 妈 妈我错了 我真的都错了 你还知道错呀 啊 你别跟我说 跟你婆婆认错去啊 妈 我错了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这么对你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我这个做晚辈的一样 从今以后 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你就原谅我吧 孩子 妈不怪你 你呀 到多咱都是妈的好心里的人 妈 我 她 gars 她 她 被她 爹 尤? 你 什么 你 刚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